54岁的姚霞是杭州一家便利店和食品公司的老板娘,她的身材并不高大,夹起两箱控圈水,却能健步如飞。 日前,这位老板娘在疫情期间坚持为医院提供物资,免费为邻里送货上门的温暖故事,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。 近日,记者来到这家便利店找到了正忙着送货的姚霞。 据悉,疫情下,姚霞早早给便利店里的员工放了假,独自坚守。 期间,虽然进货困难,她却也没有间断为店里长期合作的医院供货,其中包括成人尿布师、口罩等急需用品。 面对进货、运输等困难,姚霞表示,这没什么,因为医院的病人不能耽搁。 主要这个物质量增大了,突然量增大,那么困难在那里呢,运需车辆,然后呢,正好遇上个称截,这些工厂都是放假的。 所以说呢,会导致就是说这个压力会增加,就是说要联系车辆啊,要跟工厂沟通啊,能不能医院,医院病人的是这个不能割下来的,不管怎么样要帮忙啊什么样。 像这种医院啊,养老院啊,它都是外面都是封闭的,那么人进去,进进出出,不是说我随便可以派个人,我一个人也没有叫他们碰,所有的,那种这家便利店也好,这种公司的物质,包括等等,全是我一个人。 疫情下的航程中,亮灯到深夜的便利店像一座孤岛,姚霞却没有时间想家或是害怕,她告诉记者,自己唯一担心的就是在送货过程中出现纰漏,导致交叉感染,所以两个月以来,她吃住都在这家便利店里,只为了降低感染的风险。 这是我唯一的一个压力,无论得家庭也好,得这边周边,所有的,因为凡是只叫我去过的地方,但每当弄好了,我心里会想,哦,要不要紧,最好千万别出事。 但是我这个隔离工作我都做好的,买一针包啊,等等啊,包括我这里都自己都需要,然后我自己主持了到这里,那我就不回家,也不会去公司了。 一直从年前到至今,我没有离开过这里,除了每天送货什么。 据了解,姚霞不仅在疫情期间免费帮邻里买菜,挨家挨户替客人无接触式地送货上门,还不断降价出售店里的商品,甚至赠送口罩等物资,用自己的行动传递着温情。 论起这样做的理由,姚霞如实告诉记者,与其让货物被浪费,不如与邻里一同度过难关。 没有跟他们就讲明这个东西,我送给你这个事,而是希望他们开心一点就可以了,健康开心,然后呢,拿好了,送好了,你家里有的吃就可以了,我能资交这里的商品供得上,其实他什么都没有供应。 在这边的父亲的这些伶价们,就他们这样的一个评价,照小年轻们,无论是女生还是男生,他们都很亲切的,阿姨谢谢你,阿姨谢谢啊,这个是用,我觉得用金钱都买不回来的。 需要您的钱,非常谢谢。 谢谢大家,阿姨谢谢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,阿姨谢谢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